釜山之急 阮今天陈奕涵吸400媒体采访 牛承泽率领军中乐园演员 今天在韩国釜山影展举办记者会 军中乐园是继9年前最好的时光后 第二部被选为开幕片的台湾电影 中午在记者会现场有如多名粉丝 手上还拿着陈奕涵封面的影展特刊 抢看偶像 原来陈奕涵和池珍熙拍电影《拆婚联盟》 在韩国打开知名度 小天曾和宁恩惠合拍广告 两人魅力号召之下 吸引超过400名当地国际媒体采访 所以其实有特例比较选 非常好在两方面的持续效果比较大 以后就是 你只会借铁商人 是 只能整个人感觉 我会计划 拍拍 因为金马匠入围名单当中 小天市军中乐园演员群唯一落马地 最大黑马就是陈奖兵喽 他不只军中乐园入围难配 拍拼一个勺子入围多项大奖 陈奖兵透露 当时白天拍军中 晚上就回饭店写一个勺子 他从豆岛的身上学到当导演的方法 没入围的豆岛则回说 也算功德一件 苹果云浪Live 三十集报导